镜头回到国内大学学制可能会有重大的变革了 教育部将要修法以学分制来取代毕业年限 学生未来呢可能只要学分修完 最快两年就可以毕业了 并且将原本每年两个学期改为三学期制 不过大家也先别着急 因为教育部次长说这还得多方考量 政策还没有定案 毕业快乐 终于毕业了好开心 但是读大学一定要花上四年的时间吗 现在传出教育部规划 未来将废除四年的修业年限改为学分制 也就是说只要学分通通完成 最快两年就可以拿到学士学位 有点扯 为什么 因为大学读两年有点夸张 我觉得不太好吧 可能没有像报纸上面所写的 要把一下子从四年缩短成两年 我想基本上是没有 教育部否认两年就毕业的规划 强调还要整体口粮 但是为了让学生更弹性运用时间 确实会推动暑期课程的增加 让暑期也成为一个类似国外的quarter 这样的一种学程 教学的负担分担在三个学期 对老师也比较好 他在备课 他的教书会比较好 老师学生从不同角度各有看法 但不管学制怎么变 时间的最终规划 还是掌握在学生自己手里 对老师的高度各有看法